那接下來我們再來看一個 如果三個互相垂直的平面鏡 它到底會成幾個像呢 那這裡我現在實際畫一個怎麼樣 拍一個照片給大家看 這裡有一隻可愛的小龍貓 你看得到嗎 那現在總共有三個平面鏡 底下這裡放一個 這邊放一個 這邊放一個 這三個互相垂直的平面鏡 好那它總共可以產生幾個像呢 各位很簡單 你看這裡一個兩個三個 這裡有三個像 底下呢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所以總共有怎麼樣 總共有七個像 那其實這個問題呢 我們前面在討論兩個互相垂直平面鏡的時候 其實有簡單討論過 假設你不要看下面這個平面鏡 那不就有一二三三個像嗎 各位那有點像切蛋糕 你現在底下再放一個平面鏡 各位你上面的四個包括物體或像 這個先把物體包圍進去 你上面四個 你上面底下放一個平面鏡 你再翻過來不就四個嗎 所以上面四個 翻下來下面四個 所以總共有多少 總共有八個 但是呢這個要扣掉一個自己 因為原來在最前面的這個 不是像它是物 所以總共會有多少 總共會有這個七個像 所以這個在空間中的話 好這個空間中 三個互相垂直的平面鏡 在數學上叫八個掛線 那跟我們再算九十度有一點類似 三百六十除以九十等於四 也就是每九十度呢分割出一個空間 可以分割出四個像線 那如果是空間中的話 那三個互相垂直的平面鏡 會分割出八個掛線 一個蘿蔔一個坑 一個蘿蔔坑 長一個蘿蔔 這八個掛線各有一個物或像 八個 那八個像嗎 不對 因為有一個是誰 各位這有一個是自己 所以總共會有怎麼樣 總共會有這個七個像 所以呢 這個各位呢可以怎麼樣 可以在這個這個十元商店 二十元商店呢 你可以買到這個平面鏡 那你可以自己呢 回來怎麼樣回來試試看 那這可以做很多很多的實驗 你可以做這個夾腳九十度 夾腳六十度 甚至呢也可以像這種 三個平面鏡這樣擺著的話 也可以自己設計出一個 比較大的這個腳反射器 所以我剛講這個物理在日常生活中 其實也還蠻常看到的 就看你怎麼樣去怎麼樣 你怎麼樣去活用它